潘崩安秘書長、張敦涵副秘書長、宏偉勝律師、現場美女朋友、電視機前以及線上收看直播的國人同胞大家早 一個月前我在這裡宣誓就職總統 向全國人民承諾我必遵守憲法禁忠職務 因此對立法院三讀通過的立法院職權行使法和中華民國刑法修正案 我已經在稍早依據憲法規定完成簽署 也將在今天公布法案 但同時立法院這次修法除了在審議程序引起社會高度疑慮 相關規定更對憲法的權力奮力和制衡原則造成危害風險 剛剛洪律師已經向各位說明申請釋憲的理由 我要向全體國人報告 確保自由民主的憲政制度 保護人民的權利是總統的責任和使命 自由民主的憲政制度 核心精神就是權力分立和監督制衡 以及保障人權 分立的權力應本於憲法獨立運作 相互尊重 而監督制衡更應該合乎憲法責任政治的制度設計 因此我要強調 我們反對國會擴權 不是反對國會改革 國會理當改革 但不應該任意擴權 改革國會的方式更應該合法核限 尤其立法院的調查權 不能侵害司法權和監察權 更重要的是不能侵害人民的隱私權 營業秘密 以及不表意的自由等基本權力 因此基於守護憲政秩序 保護人民權力 我也在這裡宣布 我將向憲法法庭申請釋憲 以及暫時處分 對總統到立法院進行國情報告的問題 原有的憲法及立法院資權行事法 已經有相關機制 立法院於集會期間 得就國家安全大政方針 聽取總統國情報告 我之前也說過 只要在核限合法的安排下 我願意到立法院進行國情報告 然而立法院這次的修法 將總統到立法院進行國情報告義務化 疾問疾答化 試圖改變憲法對於責任政治的設計 混淆了行政院對立法院負責的制度 從而產生擴張憲法賦予立委權力的疑慮 身為總統 我不會將個人意向 鳴架在憲政次序上 更不會將個人利益優先於國家利益 身為醫生 我更深知 那樣的診斷必須謹慎面對 進行手術或器官移植 更必須就血型體質等各種條件 進行詳細的配對評估 至並如此 治國也是一樣的道理 未經審慎評估討論的法律或制度移植 也可能對國家的憲政運作 人民的權力保障 造成不良和國 我必須更加嚴肅以對 每條法律都對國家社會還有我們的下一代 造成深遠的影響 總統是自由民主憲政的守護者 這是修法有違憲法一律 混淆憲法關於權力分立及監督制衡的規定 身為總統 我責無旁貸 必須善盡職責 採取行動 今天我做出申請四憲的決定 是要透過憲法法庭的裁判 確認這次修法的核限性和正當性 這是向國家負責 向歷史負責 也才不辜負全民所託 憲法是國家的根本大法 憲法法庭更是維護憲政秩序 保障公民權力的最高司法機關 無論四憲結果為何 朝野都必須尊重且接受 也希望社會大眾都能夠支持 接下來在四憲案的審理過程中 社會還會有許多討論與辯證 我相信這是台灣社會對民主憲政的再次確認 也會讓我們的民主社會更加成熟 民主需要捍衛 民主需要對話 民主才能夠深化 現在就是捍衛自由民主憲政的歷史時刻 我希望所有國人同胞都能夠一起努力 守護國家的憲政體制 深化台灣民主 讓台灣民主可以永續發展 謝謝大家 謝謝總統 要請總統劉布 今天除了場聽談話之外 也應總統所建議 我們接下來即將要開放的是媒體提問 那麼是不是請媒體朋友一樣用舉手的方式表達 也請在提問之前先說明所屬的媒體與姓名 首先第一題 莊社宿平 總統好 莊社宿平提問 總統雖然我們今天提事件 然後有申請暫時處分 可是因為事件的結果 還不確定它什麼時候會出來 然後申請暫時處分 會不會也可以及時有一些處理 那如果說在事件結果出來之前 在野黨就要求您去國情報告的話 你會怎麼因應 那雖然你剛才有說 你不會把個人的意向凌駕於憲法的利益 憲法的秩序之上 那這句話的意思是不是說 你會堅持說在核憲前不付立法院國情報告 謝謝 好 謝謝 既然這次立法院三讀通過的法律 有涉及違憲 而且也已經提出四憲 我們還是應該要等到四憲結果之後再做決定 同時我也呼籲在野黨 應該要尊重憲法的嚴肅性 在大法官還沒有做出四憲結果之前 也不宜貿然採取行動 好的 繼續我們來進行第二題 靜電視的伊婷 在中間後排 總長安 我是靜電視的伊婷 我想要問的是因為憲法裡面有賦予總統的願記調解權 那這一次怎麼沒有打算使用而是用視憲的方式 那因為未來若新國會還是有很多這類的爭議的話 有沒有可能來運用這個調解權 謝謝 好 這一次立法院三讀通過了立法委員職權行使法 以及中華民國憲法 所牽涉的違憲爭議有影響到立法院行政院監察院之外 也牽涉到總統府這個憲政機關 那我已經提出四憲 我是當事人就不宜再運用憲法第44條總統的願記調解權 但是未來如果五院之間有爭議有必要的話 我會採用憲法第44條付給總統的憲計調解權來解決問題 是 繼續第三題 TVBS的願庭 總統你好 TVBS願庭提問 想要請教一下在這個對手陣營這裡是認為說 現任的大法官都是民進黨政府來任命 因此覺得這個事件結果一定會有利於民進黨 更說大法官不應該變成政府的看門狗 怎麼看現在在野的這個抨擊 台灣在民主政治的發展當中 碰過大大小小的憲政爭議 不過大法官不管是哪一個政黨哪一位總統提名 都能夠站在捍衛民主憲政體制的立場 適時的做出解決 讓國家可以繼續前進 我相信這次也不例外 另外大法官固然是有總統提名 但必須經由立法院 行使同意權通過 換句話說 其實有整個 經過整個嚴謹的憲政程序 那我呼籲 我要再次呼籲 就是視線的結果不得而知 但是對於結果 朝野都應該要接受 這樣才有辦法 弥平憲政的爭議 讓國家可以繼續前進 是 時間還充裕 我們是不是再多開放兩題 華氏的智人 華氏智人提問 想請教總統 因為有外媒報導 說有晶片的工程師憂心 說法案生效之後 包括台積電等 可能會被傳汗調查 那會洩密商業機密 那請教總統看法 是 這次立法院三讀通過的法律 賦予立法委員新的調查權 調查的對象不僅僅是政府機關 還可以擴及到部隊 法人 團體 以及社會相關的人士 所以這段時間 我們的確有說到許許多多 來自企業界 外國商會 甚至國際的關心 他們很擔心 如果這法律一旦實施 那企業的商業秘密可能不保 對於外資的投資意願 以及未來台灣在國際的競爭力 會產生重大影響 那我特別利用這個機會 跟國人再度強調 這個也是總統府 我本人提出四線的主要原因 不容許 企業的經營環境變化 對台灣深遠的經濟的發展 產生影響 是 繼續 第五題 工商的學會姐 總統你好 我是工商市暴力學會 總統想請教一下 中國國台辦 日前有宣布說 要懲戒台獨的各種形態的一個 那個罪名的規定 然後最終甚至可以處以這個死刑 然後對於這個北京的說法 他們甚至有講到說 這個威脅甚至會有跨國的一個追溯的一個行動 那這個對於在對岸經商的台商 或者是海外經商的台商 會不會有增加人身 人身安全風險的一個這個情況 那請問總統您怎麼看 謝謝 在回答您這個問題之前 我想像 最近中國南方因為暴雨成災的民眾 表達慰問之意 也希望中國的災禍重建能夠順利 讓受災的民眾 能夠盡速回復正常的生活 其實我要強調 民主不是犯罪 專制才是罪惡 中國沒有任何權利 可以制裁台灣人民 只因為台灣人民的主張 中國更沒有跨越追溯台灣人民的權利 根據中國的意見 不贊成統一就是台獨 換句話說 不管是台灣派 中華民國派 中華民國台灣派 在中國的眼中 通通都是台獨 台灣只有一個政黨 不是台獨 就是統一促進黨 所以我希望朝野 應該共同面對這個問題 大家團結 大家合作 另外我也要呼籲中國 要正視中華民國的存在 和台灣民選合法的政府交流 對話 這個才是增進兩岸人民福祉的正確之道 如果不這樣做 台灣跟中國的關係 只會越來越疏遠 太明了 非常多 快點